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练身一旋转的摩擦 所以咱们在做的时候 别一上来 我就这么去发 你不要这么去发 第一件事先把手勾起来 先练勾着手往外转 勾着手往外转 等它转熟了以后 然后你再加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就容易了 一定记住不要先做这个动作 一定先勾进来 往外转 等球产生了足够旋转以后 你再做其他的动作 这是第一 第二 在你发侧下的时候 板稍微勾平一点点 在出手时候平一点点 发侧上的时候板稍稍立一点点 侧上就出来了 对吧 侧下 就出来了 在摩擦的方向上面 可以做一个相似的变化 就可以了 来 你可以试试 先把手勾进来 对 手腕再大一点更好 对 跳起来 再怀里一点点 对 加手腕 对 对 很好 对 可以 加速 第一跳 对 侧卷转产生了 这个球开始往里走了 非常不错 继续 对 可以 不错 不错 再来一个 收 没收回来 没收回来 这就是我说的 这个手腕板头没收回来 所以你这个球没法转 再来 对 多感受 抛起来就先进来 刚开始 如果先进来都没关系 做 进 对 这个球就转了 好 那你应该怎么接呢 这个球会发了 对吧 那我怎么去接 首先第一 通过板型判断好旋转 对吧 这是第一 第二 判断好旋转以后 因为它是往你怀你拐的 这个时候 抠住一点板型 侧下 抠住一点板型 搓过去 如果是上拳球 手抠住一点 迎着点球 因为这个球 会往后拱你的手 你需要板头往前 迎一点 收进去就可以了 对 不用去免 对 对 扣住 对 稍微抠住一点搓 这个球抠到外角 来是最好的 扣到这个点上 是最好的 对 勾住 对 非常好 太好了 终于学费了 还有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跟大家说 初学的小朋友 建议使用咱们银河的 少儿底板 板柄比较细 小朋友握起来非常舒服 整个的板呢 也比较轻 小朋友打起来也不会太累 搭配上咱们银河的彩色套胶 小朋友们一定能越打越棒 越来越进步